views 第一个要这样做 第二个的话我们一样 所以第二部 ULS 所以切到 ULS 那一样 我们就是跟刚刚 所以其实跟刚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好像只有改一个3 所以2变3 这样子应该没问题 只是说变比较多是这个 这个要转给他这三个东西 Renders OK 然后他就传过去 那再来的话我需要把这个HTML变出来 那怎么变出来 首先第一个特别注意 请你在你的SRC上方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 new folders 这个folder的话 就是我要额外多增加一个什么 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里面名称我刚刚已经见了 名称就是Templates 顾名之适 这个字要讲里面我就全部都放所谓的 我将来要做的什么 我的那个网页的范本 通通放这里 再来的话 请你在Templates里面 在new什么 new一个file 那file的名称的话 就是叫hello3.htm 特别是要非常小心 错一个字都不行 你就new一个file 名称的话就是叫hello3.html 特别是有同学之前常常遇到 他明明是html 结果他就是hello3.htm 名称没有match 所以特别是一定要非常小心 就是这个地方取名叫hello3.htm OK 再来的话 不过他预设是直接开他那一部浏览器 所以我如果点他两下他会开 我就用什么open with 我把它改用那个test editor 然后你里面的话就写一串什么 写一个网页 其实也就是标准网页 应该大家基本应该都会吧 一定是html开头 html结尾 body开头body结尾 然后里面的话我用h1就是标题1 里面的话我的字的颜色 字的颜色我刚刚是还没改 不过这个字颜色等下再改好了 如果假设这样我们字颜色先不要改 其实foam的颜色 然后我就再来怎么样 再来把这个底下第二个h 看要不要加个标题2 然后再把now带过来 这样的话他一进来之后的话 他就会把刚刚那个requist丢过来 两个变数 有一个罗伯的坑 有没有一个是usernate 你的usernate放这里 然后now就放这里 最后显示出来 就会是我们看到的结果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意思了 就看到长量 这里吗 OK 所以多一个hello3 记得hello3的位置请特别注意 一定是src的下方 等于是跟myapp同一阶 你这边templates 里面有一个hello3 最容易错的就是这里 路径不要做错 不过这真的很容易做错 我发现看起来真的没什么 但是错误率非常非常非常高 大概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一半以上同学都做错 为什么 就是路径的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 OK 你如果很小心一下就正确了 如果只要一个地方做错 他就连锁反应了 但是最后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templates这个资料夹是我自己手动加的 我现在的jungle他不知道我已经加了 所以我要告诉他 那我要怎么告诉他 很简单 在哪里 settings 有没有 你要告诉他说我建了一个templates 所以你在settings里面 刚刚我们不是有做一个什么 加一个allow这个 请你在28行往下卷动 我们好像在40行有加这个 以后如果说你有做什么样的增加的话 请你找到55行 我这边是55行 有要templates的区块 这个地方的话 请你要告诉他说 我已经加了就这一行 我在58行我加了 加了一个dir 这个就是一个目录 目录的这个位置是在哪里 OS PASS 这个OS 这个module里面有一个join join意思说把两个字串串在一起 哪个字串呢 就是目前BASSDIR 就目前我的网站的路径 再帮我串一个什么templates 串完之后就会产生这个 但是特别是这个路径 这一串我之前也是给各位同学自己打 结果打错率也非常非常高 所以如果你待会怕做错的话 我是建议因为我后来发现如果要你们自己重打的话一定会错 所以干脆怎么样直接请你用复制贴好了好不好 因为之前我是没有给各位这一行 结果发现 打错率极高 每次都是这一行 因为如果他不知道你有个template 他就跳出说 他fire not found 或者fire not exists 这样子就是如果等一下出现fire not exists 请各位检查一下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出错 OK 这样的话基本上RUN 应该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